一只可怕的怪物闯进女孩的浴缸 女孩大叫地跑出了浴室 刚好撞上迎面走来的弟弟 谁知弟弟却一个劲地把他往浴室里 女孩想要再次逃跑 弟弟却死死拦在门口不让他跑 女孩只能紧紧贴在角落里不敢动弹 眼睛死死地盯着浴缸里活蹦乱跳的怪物 怪物的叫声很快便吸引了男孩的注意 他惊讶地发现昨天刚破壳的小怪物 竟在短短时间内 长得跟迷你小香猪一样大 这生长速度简直太神奇了 看到失而复得的小怪物 男孩连连对其表示抱歉 姐姐这时才得知眼前的小怪物 竟是弟弟偷偷养的处 随即生气地提醒他母亲知道了会生气的 男孩听后赶紧求姐姐帮自己隐瞒 在弟弟的恳求下 姐姐最终还是心软答应帮其隐瞒 放下戒心的姐姐发现小怪物其实还蛮可爱 两人就这样偷偷将小怪物养在楼上的浴室 为了防止他发出声音 姐姐用不调将小怪物的嘴巴死死缠住 尽管这样男孩还是一把扯下了锅 没想到小怪物却一成功 男孩只能极力安护 忽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男孩只好谎称他们正在用浴室 让修理工晚点再来 但是小怪物发出的巨大动静 还是引起修理工的怀疑 修理工见两人迟迟不肯开门 随即威胁两人再不开门就告诉他们的妈妈去 姐姐无奈只能把门打开 然后跑到一边乖乖站好 想门混过关 谁知小怪物竟自己跑出 修理工听了男孩的话 他好奇地忍不住上前想要触摸小怪 下一个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小手挣摸 好在男人见多识过 很快他就认出了眼前的怪物 正是当地古老流传的水怪 原来在当地古老的传说中 世界上同时只会存在一只水怪 水怪是雌雄铜体 等到他变老时 会留下一个蛋 然后他会在蛋孵化前死去 本以为小怪物可以在这里安全成长 直到这天一支军队的到来打破了宁静 带头的队长向女人表示他们要征用这栋房子 女人本来想以人手不够拒绝他的请求 谁知对方随即表示只有官员会住到房子里去 其他人只会在外面搭帐的生活 女人无奈只能同意他们入住别墅 并在晚上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与此同时 男孩在楼上喂完小怪物之后 离开的时候 他并没有注意到门没有关上 贪吃的小怪物挣扎了几下之后 从浴缸里爬了出来 然后他悄悄从浴室里溜了出来 慢悠悠地在走廊里溜达起来 然而他还没走多远 就迎面撞上了急速而来的沙皮狗 意识不妙的怪物转身就撒鸭子的跑 一溜烟就消失在拐角处 沙皮狗也不甘示弱赶紧追了上去 小怪物很快就被一处楼梯拦住了去 就在他犹豫不前时 转头看到沙皮狗已经近在眼前 小怪物只能拼死跃下 连滚带爬地滚下楼梯 一狗一怪就此开展了一场生死追逐战 追赶的过程中 他们不小心撞到花瓶发出剧情 听到动静的姐弟俩意识不妙赶紧跑出去 就这样在沙皮狗的拼命追杀下 小怪物慌不择路地跑进了宴会大厅 钻进餐桌底下 而紧随而来的沙皮狗 则一跃跳上了餐桌上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下 他肆意地推到桌子上的锅碗瓢 慌忙赶来的男孩也跟着钻进桌子底下 他试图将小怪物带离宴会 但是受惊的怪物并没有理会他 依旧四处乱窜 沙皮狗看到后也赶紧追了上去 紧接着小怪物一溜烟地跑出了大路 憨笨的沙皮狗也追了出来 当男孩追出去时 早已没有他们的身影 失去小怪物视线的狗 开始用气味去追查他的行踪 竟没想到被对方用障眼法轻松骗过 小怪物就这样看着傻狗走远之后 他很快就被后面池子里面的鱼群吸引 看到那么多美味宝宝 直接毫不客气地跳进去享受大餐 而另一边男孩还在着急寻找小怪物的行踪 就在这时修理工找到男孩 让他赶紧回去睡觉 自己则继续去寻找小怪物 不然的话被女主人发现 非把他两个皮给扒了不可 男孩听后只好乖乖回去睡觉 修理工就这样拿着布袋长了一晚上 就在他近乎失望之时 他突然听到水池那边传来阵阵响声 男人寻着声音看去 发现吃饱喝足的两怪物 近一夜之间长大了数数 男人知道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赶紧上楼将睡梦中的男孩拎了起来 来到院子里的男孩也被眼前银雾震惊了 接着两人赶紧用小货车将怪物运到湖边 准备把他放生到湖里 但是小怪物似乎很不舍的男孩 他怎么都不愿意离开 男人见状只能拿出杀手锏 他掏出怪物最喜欢吃的土 接着递到他的面前 然后一把将土豆抛到湖中 小怪物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 赶紧追了上去 看到不断远离的小怪物 男孩满脸的不舍的 而小怪物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即将被男孩抛弃 男人赶紧又抛出了一颗土豆 看到怪物又转身追了上去 男人赶紧提醒男孩快跑 男孩听后头也不回地往家方向跑去 几天过后 两个老头相约到湖里钓鱼 没一会他们就中了一条大鱼 老头高兴地往回收线 帽子男拿着超网正准备收鱼火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上高的精神 好 好 好